爹 爹 您感觉怎么样 没事 爹 我可以去见四弟 你能见着他 刚才我回了趟办访 找到四弟日先生 通过他的帮忙 我们找到了 英族界的警务处 想了一个办法 以英族界 警务侦探的身份 接雇谷调查案子 就可以见到四弟了 就算你带咱们全家 为得送送心吧 还有什么话 要我带给他 什么话 都完了 给他带到新医生去 他小 他就喜欢新医生 好医生 他最爱吃十八戒的马花 你也给他烧两块儿 你也给他烧两块儿 爱 他是书虎的 再有 一个月 零六天 就是他满十九岁的生日 给他 他 剩下 你 我 不是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你 爹 爹 质子小姐来看您了 于战鬼 质子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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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子代家父及佐藤家族 祝您早日康复 谢谢你 质子小姐 质子小姐 子宝 有事你先忙着 我跟质子小姐 谈谈办房的事 质子小姐 办房的业务 我已经让子鹏交代给士郡了 于掌柜您就安心养伤吧 不要操心办房的事情了 质子小姐 有一句话 我不知道说出来何不合适 于掌柜 质子小姐 您有什么话 就直接说吧 你和子鹏 你们 就尽早成亲吧 最近 他心里憔悴 我怕他真的 被压垮了 我原也这么想过 毕竟两个人在一起 我可以照顾他 宽慰他 可是后来我知道 至少现在还不行 现在 他还一心想着薄园 他把薄园的不幸 全部归结到自己的身上 他怀着深深的负罪感 想着薄园 他是靠自己折磨自己 来换取心灵上一点点的安慰 甚至 这种折磨 是越来越残酷 越来越不尽人情 他痛苦不安的心灵 才能得到些许的解脱 我 唱此下去 我也担心 他会被这种负罪感压垮的 这些话 你没找他聊聊 谈了 但是后来我发现 结果却适得其反 所以我就不敢再贪了 现在 他总在有意无意地毁避着我 毁避着你 为什么 因为他爱我 他爱我 所以感到和我在一起时 他自己是幸福的快乐的 但与此同时 他马上就想到薄园的不幸 在薄园巨大的不幸面前 他感到他没有资格来享受这份幸福 这份快乐 他既然不能补偿给薄园同样的幸福和快乐 那么 他只有用自己的不幸 来抵消薄园的不幸 所以 他开始有意无意地毁避我 在心里抗拒我 似乎只有这样 他才能对得起薄园似的 因此 他成了他自己幸福和快乐的颠覆者 我明白了 不得了 质子小姐 这样对你太不公平了 郁掌柜 你还有伤在身 就不要再为我的事情操心了 我想 时间一长 他有可能会好起来的 孩子 你受委屈了 玉伯伯 二哥 四弟 二哥 二哥 四弟 二哥 爹他 他 告诉我 爹是受伤还是 还好 没有伤到要害 他伤得重吗 子弹已经取出来了 没有生命危险 好 好了 四弟 你看 爹 让我给你带来了十八戒的麻花 还有一套瑞福祥的滚绣十八香 好 爹说 你最爱吃麻花了 说 你大小喜欢穿新衣服 好衣服 他还说 你是疏忽的 再过一个月零六天 就是你十九岁的生日 爹 四弟 事情到了今天这个地步 是 我这实话实说了吗 你也清楚自己犯的是什么案子 这次见面 是你我之间 也是你和咱们家里人见的最后一面了 二哥 我对自己的这个结果 我早就准备好了 我早就准备好了 我甚至就没打算活着 出律神德 我不后悔 我现在也不后悔 对我自己的人生选择 对我自己的所作所为 我丝毫不后悔 死 对我来说是一种光荣 甚至是一种召唤 要说遗憾 那就是我没有杀死这个卖国贼 要说愧疚 那就是我误上了爹 四弟 我真的不明白 难道只有暴力和牺牲是唯一的选择吗 对当下的中国来讲是唯一的 一个腐朽垂死的国家 只有牺牲才能振行他 只有鲜血才能擦亮他沉睡的眼睛 只有牺牲和鲜血 才能使他念盘 重生 激情难免会造成偏激 现在的中国更需要的是理性 哼 你所谓的理性 又是十业救国 但是二哥您好好想一想吧 如果没有一个全新的国体 一个健康先进的制度 你十业救国的理想 能实现吗 我早就说过了 也许我们两个都是对的 我们现在没有时间再争执了 临别之机 还有什么话要交代 二哥 带我向家里人问安 你也许我们要交代 今后 你们替我向爹娘尽消吧 落轿 领导 扶标 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